这是我们之前为石妖署制作的一个懒人包 主题是用来宣导烟害防治 想当然大家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一定都在想 哇这个题目好无聊哦或者好严肃吧 真的会有人想要看这个懒人包吗 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要制作这个懒人包的难处 要怎么样让文宣变得有趣吸引人呢 因此我们决定要用说故事的方法来呈现 而后面是我们具体进行的步骤 首先我们要先思考这个懒人包的资讯架构 也就是它的目标受众 情境以及内容三个要素 第一我们要思考谁最有可能会在意阴害的问题 或是受阴害影响最深 在阅读资料后 我们知道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下的女性 罹患子宫颈癌 乳癌等癌症的几率 会大大的高于其他女性 同时怀孕的妇女 如果受到二手烟影响 会造成胎儿的发育障碍 连带的二手烟影响的重要角色 也包含了儿童 因为儿童的肺部发育未完全 因此造成的危害会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将这个懒人包的目标受众定义为女性 特别是怀孕的女性 也在当中会提到对儿童的危害 这样妈妈们也会格外在意这些资讯 其次是它要呈现的情境 懒人包主要会投放在FB平台上 所以我们设定为十张范围的图卡 并且开头要有趣吸引人 让人因为好奇而愿意往下读 最后是我们根据受众和情境去考虑 在十张图卡的范围里 我们要提供哪一些资讯 因为在FB的阅读篇幅和专注力很有限 所以我们设定在这份懒人包中 只要包含最重要的三个知识点 只要看过的人在看完以后 可以留下对这三件事的印象 那这个宣导就算是成功了 这三个知识点分别是 第一 未经验的场所 像是酒吧这些环境 会残留下浓度非常高的PM2.5 第二是二手烟以及三手烟 像是吸附在墙上的那些烟味 会在空间里持续地残留好几个月 最后是关于二手烟对妇女 特别是孕妇还有儿童造成的伤害 另外 关于上面的内容 我们都会再加上研究数据的支持 这样可以更加地强化受众的信任感 以及心理影响 接下来请同学们直接看一遍 我们做好的懒人包 酒吧中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 现场只留下了弥漫的烟雾 案件现场的受害者包含了 吧台的服务员 他的症状是性功能障碍 五池的少年 他的症状是气喘 酒吧清洁员 他的症状是肺癌 凶手到底会是谁呢 同时 酒吧的墙面上 还留下了几个神秘的数字 2.5 800 12 这些数字 也许暗藏了关于凶手的讯息 根据董事基金会 在未经验的酒吧里 实测显示 PN2.5的浓度高达了800微克 这也是大气子爆的12倍 这相当于就像是含着机车的排气管在吸气 但是 如果设置了室内的吸烟室 也许就能够拯救酒吧里的人了吗 事实上是 即使设置了室内吸烟室 也无法有效地阻止因为飘散 人们或许知道二手烟的可怕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的还有 室内空间附着的三手烟 残留时间会高达好几个月 室内空间的所有使用者 都将无辜遭受伤害 女性和幼儿更是二手烟三手烟的严重受害者 超过三成的青少女 暴露于家庭的二手烟中 每三个女性中 就有一个暴露于家庭二手烟 孕妇怀孕期间 说到二手烟危害高达48.3% 该想不想办法拯救他们呢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支持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减少二手烟 并促使饮君子戒烟 让大家享受娱乐 避免二三手烟的迫害 增加大家前往禁烟场所 饮食消费的意愿与机会 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好处更多 原来凶手就是他 拒绝室内公共空间抽烟 还给大家安全健康的公共环境 好了 浏览完整份的懒人包 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 首先 开场的部分 我们运用了抛出悬念的技巧 勾引出了读者的好奇心 所以 在懒人包的最开始 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和平常一样 点名主题的封面 只有一行像是神秘故事开始的文字 为的就是把更多的读者吸引进来 让他们因为好奇而往下读 这里还出现了受害者 还有对凶手的猜测 以及关于数字的问题 这些都是对后续的铺陈 也可以吸引读者 一步一步地继续看下去 再来就到了冲突 在这个阶段中 我们逐步地揭开懒人包的主题 也就是烟害 这个部分运用了制造冲突 和堆叠情绪的方法 这里存在的冲突 是读者和烟害之间的冲突 当你在阅读懒人包的时候 可以理解到二手烟和三手烟 对自己产生的危害 同时也会产生厌恶 害怕等情绪 所以当我们一张 接一张的叙述资讯内容 除了在强化烟害造成的危害印象 同时也是在堆叠着 读者不满的情绪 让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二手烟三手烟 原来是真的很糟糕的东西 这里我们也运用了一个 设计上的小技巧 就是将每张图的重点资讯 放在最上面 可是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在最下面 然后下一张图的内容 会再接续着回答上一张 这样的做法 符合眼睛的阅读动线 也能促使读者 不断地往下读下去 到了结尾的阶段 这时候 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 真正要说的主题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跳出去了 不会阅读到最后 但是我们真正要宣导的重要内容 也已经传达出去了 所以没有关系 最后我们也用到了 刚刚教大家的 解决问题 以及行动呼吁的技巧 我们先是呼吁读者 一起采取行动 你可以把这张 想象成起承转合中的转 最后导向了结局 而结局也呼应到了 最前面的第一张图 回答凶手到底是谁的问题 以上就是运用了 三目具结构 制作的故事冷人包 看完了介绍 下次你也可以试试看 把想要传达的资讯内容 重新包装 改成一个故事来说明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